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同大家就在這都睇過大陸新聞了, 這個大陸新聞就講講買舖、投資, 這些是不少人會做的事, 這個大陸男人姓劉在廣西, 兩年前就用人民幣120萬去買了總面積61平的店面和委託一間公司去管理出租, 怎知這個店面被人改建成為廁所, 最後是怎樣呢?我們一齊睇睇睇了, 根據大陸硝商神報報道, 姓劉的男人2021年用他父親的不生積蓄120萬去買了兩間 各圍102平方公尺的店面收到商業管理公司華美納家的電話 就同對方簽了為期五年的委託出租合約了, 個約定由華美納家統一去管理, 就不理店面租給哪個,華美納家在第一年同第二年租金 就會是總房價5個% 即是說頭兩年加起來就總房價10個% 姓劉的男人以為華美納家會按照老本行 在店面開建財生意, 怎知他去到去年8月實地考察, 就發現自己店面改建了做廁所要求對方整改, 對方拒絕了他就獲個公司9月就完工, 剛剛好, 1個男次1個女次2個破位都做完廁所, 這個姓劉的男人很無奈, 提告華美納家和他在1審2審都是勝訴, 但猜不到, 就算因為未經姓劉的男人同意擅自改建廁所, 影響未來房租價格而敗訴, 即是華美納家他輸了, 主要原因就是影響到別人的租金價格, 而華美納家竟然是無拆除打算的, 甚至就用打官司做理由去拒絕支付今年上半年的房租王 令到姓劉的男人都不知怎算好, 他現在鋪位變了兩個市坑, 跟住租收不到半年, 而將店面賣給姓劉的男人和華美納家有同一個大股東的廣西萬物城實業有限公司表示, 當時是有協助賣店面之後的後續事情處理, 譬如辦產權證, 但姓劉的男人拒絕了, 而且這個男人如果申請更換其他同價位的店面的話, 法院都有作出判決是可以協助幫忙更換, 而姓劉這個男人後來亦證實, 萬物城是有提出更換鋪位的方案, 但他認為, 買鋪又不似得買菜那樣, 哪能夠說換就換呢, 加上那個鋪位地址是他研究過了才買的, 他認為這個位置是符合他的投資目的那樣, 按照他現在的情況, 分分鐘是要等到租約完了, 人家才會還原給他, 即是說自己兩個鋪位就變成廁所了, 下一手還可以找些什麼人來租呢? 如果下一手知道你兩個鋪位曾經是做過廁所的, 我想都沒什麼幾個是會願意去租, 因為你都知道廁所是用來做什麼啦, 貪過癮嗎? 好了, 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說呢, 下面留言啦, 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